画面中这位须发灰白皮肤有黑的朴素老人名叫郑文泰 是海南万宁兴隆热带花园的创建者 近27年如一日 他拿出上一身家 将沙画贫瘠的上万亩荒地野坡改造成了鸟气虫鸣的绿色家园 近日郑文泰荣获2018全球华侨华人年度人物称号 颁奖典礼前夕 中心设计者在北京见到了这位开拓荒山修复雨林的老人 1945年 郑文泰在印尼出生 自由家境因使得他先后求学北京 海南 香港和台湾 后进入建筑设计 酒店经营管理行业 成为一名商人 而1992年的一场大病差点让郑文泰撒手人寰 也让他开始考虑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这些东西给我产生问题 是第一个 钱是你的生活用 第二个来说 留你现在有一个该做的事情没做完 我历来比较反对 把环境交易 把环境建设之后处理 因为当时国家对环境建设的确没有这个费用 那么我想我们该不该做一些应该做的事情呢 这个就是我把我的整个精力转入环境保护 因为我学过这个专业 随后郑文泰卖调在香港 广州等地的产业 与兴隆华侨农场合作 在5800亩的荒地叶坡上 启动热带雨林修复工作 把活体保护先提到之神 没有活体能够种得下去 没有高大的桥木 究竟成长起来 它里面是都是完不成的 那么完成以后 就要把从这个空间丢失的各个方面的负成物种 从绝类 地衣 太险类 一直到蓝花 还有包括其他的罗茂科 一大堆东西 那么把它注定地修复过来 把荒地野坡改造成热带雨林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郑文泰和许多专家顾问工作人员一起 普查热带雨林生态结构 从自然建立着样本 丰富兴隆热带花园的物种 他说没有这些专家学者的帮助 自己是无法完成这项工作的 我做的事情 没有得到大家对我们的关注 没有学者 没有专业人力 对我们无视的风险 我们一个人的力量是完不成 支持我们的工作的人 我跟你说他的来源 中科院 农科院 林科院 还有几个大学 都基本大规模的大学 都在支持着我们的整个工作 如今 兴隆热带花园面积扩大到约1.2万亩 涵盖物种4000多种 许多濒临灭绝的植物 在这里得到牵地保护 繁殖并形成群落 良性循环的生态环境逐渐恢复 已经74岁的郑文泰 依旧每天在花园里忙碌着 他说 热带雨林修复 大概需要400年的时间 相比之下 27年虽然很短 但起步总比不做好 因为热带雨林的修复 它需要400年 那你这一代人 能够做到多少 我的概念 你能做到 你起步总比不起不好 对我们来说 我们觉得我们不能成为 不要到了这个年龄 就认为我们该为这个地方 做出的工作 就到此为止 不要把退休年龄 跟自己的能量 把它平衡起来看待 以我到此就完了 那个不对的 你能做继续做 你需要学习你学 我们同样也是 社会发展过程中 也在不断地学习